给明星打工有多幸福 除了能近距离接近娱乐圈 这一点特别让人羡慕 还有就是每到年底以及节假日 老板出售阔绰 除了送钱送礼品的 那送房送车的也不是没有 反正就是各种让人羡慕极度恨 我也想要 首先说 一下马思纯马老板 同样是送钱 但是人家就是优秀 因为没时间陪员工玩 所以只能给钱让员工自己玩 这样的好老板真的是可以的 希望广大地老板学习学习 但接下来这位老板的脑回路 我就搞不懂了 小沈阳不愧为东北人 实在 当问起他送给工作人员的年终奖 他只耿耿地回答说 大米 但别说 东北的有机大米香啊 也不算亏看 那同样是东北婴儿的佟大为 也是非常实在低 直接撂摊子给自己太太 难不成在家也是七管言 话说太太真是一块万能转 哪里需要往哪搬 而古灵精怪的周东宇 可以说是非常大方的了 尤其热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宋明表明车啦 在去年直接给员工送了一辆价值八十多万的豪车 这样地老板哪去找啊 胡哥自出道以来 那可能说是娱乐圈黑本最少的明星之意了 这种老干部人设实在是可圈可点 对于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大方低 直接是给工作人员十万元的年终奖 并且自费让员工外出旅游 橘子只想问一句 胡哥工作室还缺人吗 人家国年过节都送十则的 然而谋不义的脑贿路却很是稀奇 因为在采访中他回答说是 送人工整容医院的优惠券 也许这只是一个玩笑 要是真送的 也只能接了不是 有的老板很大方 有的老板却很抠门 据说去年陈鹤给自己的员工 发的是自家品牌 带有天才字样的帽子 虽然不是很值钱 但是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吧 有的老板却很值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